出品 搜狐财经 届日 蔡松松 葛兰 周卫文等知名基金经理接连卸任 再次引起投资者对基金造神的讨论 过去两三年 公募基金经理中诞生了一批顶流 他们凭借某阶段的辉煌业绩成为机迷眼中的神 顶流基金经理每次吊仓换股总是万众瞩目 他们领先的基金产品 粉丝们真金白银的捧场 在2020年底 张坤管理规模一举突破千亿 成为全市场规模最大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 在接下来的2021年 刘彦春 葛兰 两位千亿基金经理横空出世 不少基金经理管理规模也在这一年达到历史巅峰 到2023年 顶流们的光环效应已暗淡不少 曾说要永相随的基凡在连续亏损下又一哄而散 截至目前 主动权益基金市场已无千亿基金经理 张坤 葛兰 刘彦春在管规模较巅峰时期 分别减少567亿 434亿元 563亿元 顶流带来的规模效应已逐渐消失 负面效应却在加速显现 造神不再是一个好策略 去明星化成了基金行业的大势所趋 据部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已有超过十位百亿级基金经理 卸任旗下部分产品 消失的千亿俱乐部 两三年前 乘着市场东风 公募基金经理在规模扩张上登东造极 千亿俱乐部应运而生 2020年四季度末 得益于辉煌的业绩 张坤在管基金规模达到1255.11亿元 一举超越刘格松 成为史上第一位规模超千亿的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 不仅如此 张坤成功拓圈 知名度不再局限于基金行业 他被年轻的基民捧出道 对标某娱乐眷顶刘坤坤 因为业绩隔三差五便登上热搜 还拥有了个人超话 甚至由粉丝自发组建一方达张坤全球后援会 在2021年第二季度 张坤在管规模达到史无前例的1344.78亿元 粉丝们真金白银地践行着他们的口号 坤坤勇敢飞 爱肯永相随 坤坤不老 蓝筹到老 张坤不是第一个被犯权化的基金经理 在他之后 又有两位千亿顶流横空出世 2021年 刘彦春成为当年度首个规模突破千亿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 截至第一季度末 他管理的六支基金的总规模 从增至1015.80亿元 2020年四季度末这一数字为783.23亿元 单季度吸金约232亿元 刘彦春本人受到投资者热烈追捧 成了与张坤齐名的消费男神 基民在社交媒体称 全世界最好的春春不是李宇春 不是陈小春 而是刘彦春 这一年首尾相应 到第四季度末 医药女神葛兰管理规模突破千亿 达到1103.39亿元 成为第一位规模超过千亿的女性基金经理 并超过了同期张坤的规模 被誉为公募益姐 葛女神 中欧葛兰医药权 白酒记得找张坤 消费还看刘彦春 如日中天的明星基金经理们 一度被传出药祖团参加娱乐节目 天天向上的消息 时至今日 市场风云变换 当年顶流金何载 张坤并未卸任任何产品 但规模已缩水至776亿元 较巅峰时期回落约567亿元 葛兰 刘彦春 最新规模分别为669.01亿元 599.94亿元 高位回落约434亿元 563亿元 规模缩水主要来自业绩亏损 据同花顺i-fine数据 截止10月11日 张坤近三年 基金整体亏损18.08% 葛兰 刘彦春分别亏损31.56% 20.23% 截至目前 全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 已经不复存在 超过500亿元的仅剩4位 超过300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有13位 这13位基金经理中 有11位基金经理规模高位下滑超过两成 其中 谢志宇下滑52.39% 不过 主要因其今年卸任了一支规模近200亿元的基金 张坤 刘彦春 周卫文 刘格松均下降超过30% 统计范围内 有11位基金经理 近三年业绩均录得亏损 表现最差的是 广发基金刘格松 三年亏损39.68% 今年已经亏损28.58% 另有四位基金经理 亏损在20%至30%之间 电影《大话西游》中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台词 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新人圣旧人 叫人家牛夫人 随着基金静止的起起落落 明星基金经理光环褪色 逐渐回归到了本来面目 年内超十位百亿基金经理卸任 在牛市造神无数 熊市一地鸡毛的吐槽声中 越来越多的明星基金经理主动减负 截至二季度末 全市场有159名主动权益基金经理管理规模超过百亿元 排名前五的是张坤 葛兰 谢志宇 刘彦春和周卫文 规模分别为776亿元 766.88亿元 654.41亿元 599.94亿元和529.41亿元 上述五位基金经理中 已有三位在今年卸任了名下部分产品 9月28日 葛兰卸任中欧研究精权和中欧阿尔法基金经理 卸任后 其最新规模669.01亿元 同日 周卫文卸任中欧洞建一年持有 管理规模从529.41亿元降至503.94亿元 此前的8月28日 谢志宇卸任了新权趋势投资混合的基金经理 这支明星基金成立于2005年 规模接近200亿元 现由董礼单独管理 谢志宇退出后 在管总规模由654.41亿元降至458.65亿元 在管基金剩下三支 单独管理的仅有规模较小的兴权社会价值三年持有 规模超过百亿的兴权和润 兴权和宜均与其他基金经理共同管理 此外 一方达基金肖南在三月份也卸任了一支产品 即一方达科顺定开混合 不过该基金规模不大 仅1.14亿元 杨康今年卸任了一方达瑞府灵活配置 一方达瑞享灵活配置 混合等五支产品 目前仍管理20支基金 规模185.19亿元 长期被诟病一拖多业绩不佳的基金经理屈阳 今年离任了前海开源医疗健康 这支基金规模约18亿元 卸任后 屈阳仍管理8支基金 总规模237.37亿元 还有不少明星基金经理清仓氏卸任 例如蔡松松在国庆期间 悄然离任所有产品的基金经理 今年上半年 彭华基金王宗和 洪德基金乌传宴也接连离任 例如 今年2月4日 王宗和卸任彭华优质回报两年定开 彭华成长价值两支基金 一周后的2月11日 王宗和再次离任 彭华精选回报三年定开 彭华中国50混合 四支基金超过30亿元 在3月份 王宗和基本每周都在卸任 3月4日 王宗和离任彭华价值 共赢两年持有期彭华养老产业股票 3月11日 卸任彭华产业精选混合 彭华消费优选混合 3月25日 卸任彭华创新未来混合 4月22日 彭华基金再次公告称 王宗和因工作安排 不再担任彭华匠心精选混合基金经理 至此 王宗和不再管理任何公务基金 而在2020年第三季度 王宗和管理规模一度达到554.26亿元 据部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 已有葛兰 肖南等十多位明星基金经理 主动收缩规模 离任旗下基金产品 从造星到去明星化 告别高歌猛进的时代 基金经理不再追求规模扩张 纷纷减负 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对搜狐财经表示 部分基金经理可能已经完成了既定的投资目标 或需要休息 转型等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监管政策的变化 基金行业也面临新的挑战和调整 一些基金经理选择卸任 以应对不确定因素 管理大规模基金需承担巨大压力 责任沉重 可能影响个人身心健康 经济学家 新金融专家于峰会表示 基金规模巨大 可能影响个人的投资灵活性 无法在市场上获取较大回报 此外 于峰会认为 当前投资环境多变 不确定性增加 部分基金经理为降低风险 而选择削减规模 不难发现 近两年基金经理明星化 带来的规模效应递减 而负面效应正在加速显现 造型运动以内部资源倾斜为条件 造成内部管理的困境 包括基金经理个人管理规模过大的问题 其他优秀基金经理的流失问题等等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 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表示 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包括券商资管 基金公司在内的197家公司中 今年已有超过300位基金经理离任 创进5年同期新高 造型带来的规模扩张效应也不可持续 且基金经理走下神坛时 给基金公司带来的负面冲击不容小觑 杨海平还提到 造型对基金公司品牌建设的助力被扭曲 对基金经理的过度包装 使公募基金的整体实力被忽视 当前去明星化已成大势所趋 这对于基金公司有何影响 是否会提升投资者体验 杨海平表示 淡化基金经理明星IP 基金公司能更加扎实地开展 投研能力建设团队建设充分发挥核心人才的作用 更好的打磨风格策略产品渠道 适应公募基金管理运营数字化 基金管理人团队化的发展方向 投资者的体验其实并不在于基金经理是否为明星 而在于产品设计渠道管理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以及投资全流程的陪伴与沟通 杨海平称 张雪峰则认为基金经理去明星化 能促使投资者更加理性地选择基金产品 而不是盲目跟风 追求个别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可以依靠整体团队的专业能力 和风险控制能力 提供更为可靠的投资服务 增强投资者的满意度和信任感 对于个别有着特殊影响力 和广泛认可的基金经理 依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个人IP 以赋予其产品更高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于峰会表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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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